8月24日,雅加达亚运会继续进行,中国游泳队孙杨林蒋夫事件后在启示端,韩国亚运代表团团长金成作今天在记者会上透露, 韩国游泳选手金慧珍在训练中,被中国女选手殴打,中方教练团当场向韩方道歉,去韩国亚运代表团透露,金慧珍23日在训练中,与中国选手沈夺碰撞后发生争吵,在此过程中金慧珍被沈夺殴打,当时,二人在同一条泳道训练时,金慧珍的脚接触到沈夺的胸部,扣着追上金慧珍并站起脚腕, 在水中朝金慧珍的腹部猛踢了两脚,随后,两国教练劝阻两人,中方教练团当场向韩方道歉,回到运动员身后又再度致歉,沈夺出生于1997年6月9日,21岁,身高1米81,体重72公斤,江苏长洲人,沈夺曾在2014年南京青澳会获得6枚签牌100字,200字和4个接力, 一名惊人,一个月后,他又在仁川亚运会上获得4金100字,200字和两个接力,当时,韩乔生在简说时评价,沈夺在水中的表现,让我想到2004年雅典的罗雪珍,真是金涛拍案选起千堆雪,2015年喀山游泳市锦赛,沈夺与赴员会,石敬林,露营合作, 获得女子四成尾以100米混合用金牌,正式成为世界冠军,从左至右,赴员会,石敬林,露营,沈夺本次甲加达亚运会,沈夺出战了女子四成尾,200米自由用接力预赛,决赛,她没有上场,最终中国队赌金。